做音乐节目 然后呢 当时我们节目敲了当年 最红的一个歌手 叫陈冠希 我就非常不高兴 因为我觉得很不礼貌 因为他一直就是冲 就这样 就这样一直在笑笑笑 没完没了笑了一整期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应该认真地听人家讲话 我觉得就算我跟你不熟 你一直在那边笑也是不对的 我就忍了很久 因为我想说 他可能是走这个路线的 我要尊重人家嘛 所以我中间也没有断 我就强撑着把他主持完了 主持完了之后 但是他就要走了之后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说陈先生您是很火 但是呢 其实对我来讲 你只是我今天的一个来宾 我尊重你 但我觉得你也要尊重我的工作 他就说 是因为你今天全程都在管我叫陈奕迅 我一个人 我跟他说话他就 然后就 没有我就看向我的导演 我的导演就是脸色蜡黄 然后就在那我就跟他说真的吗 他说 更可怕的是他说 因为他的英文名叫Edison 是不是 我还自动把英文名 就说到英文名的时候 还自动翻译Eason 就是 我们脑子里面就中文的体系和英文的体系 他都是陈奕迅 你知道吗 我从头到尾叫错 你是有多爱陈奕迅 我从头到尾叫错他的名字 太丢脸了 然后更丢脸的是 他走了之后 我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 然后导演就在旁边脸色蜡黄 我就在干嘛 你知道吗 配音 陈冠希 就是不同的语速 不同的腔调 不同的音量 冠希 就是因为他要插声音 因为也不可能让他重新再录